前不久 今年四五月份有一件事情出来了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观念 对于我自己这么长时间 对于所谓妻子 对于太太这个做宰相的角色 所谓要帮助丈夫成功 希望丈夫能够达到我 希望他达到的那种高度 我觉得所有这结婚十几年来的这种做法 究竟我想把自己的先生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把他送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猛击 我觉得是一个猛击 我才真正的开始觉得我错了 我先生大学教师下海 两千年的时候进入到国信证券 可以说是迈入了现在社会上 大家所谓的金领的这个行业了 金字塔最顶端的金融行业 那是大家都羡慕的都想去的 进入到中国的华尔街 我的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厚道的读书人 他自己进入到这样的行业里面 他也觉得不错 他也希望好好地学习 经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地做得很好 做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人士 这是他自己能够进入这个行业 他的一个初衷 而我的初衷就是说 你进入到这个行业 你就绝对不能指证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 你必须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换言之你在这个金字塔 你也要成为这个金字塔 顶端的更顶端 你要做得更好 这样更快更高更强 进入到行业 你不能就此懈怠了 说差不多了 我就拿这个行业的一个平均利润就得了 然后大家能拿年薪多少 我也就差不多就行了 绝对不可以差不多 我对你的要求是 你进入到这个行业 你要跟这个行业里面最好的人再去比 我在自己采访的过程中间 因为认识了很多人 而我也是精心地从认识的很多人里面去看 有没有为我所用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非常热衷于在采访之余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去交朋友 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自己能为老公多找寻一些机会 那终于这个机会被我感召来了 我自己认为说 老天不富 有心人 我认识一个姓谢的朋友 他当时在一家证券公司 他准备要到上海去 他告诉我说 他在上海积极的物色非常优秀的人才 想要组织那家证券公司 在全国最大的一个投资银行部门 我当时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来了 我马上向他推荐了我老公 他们这个部门成为当年 中国所有上百家证券公司 几十家证券公司吧 他们投行业务那一年做的业务量 投资的募集金额 都是拿了几个第一的 这里面凝聚了那个姓谢的朋友和我先生 因为他们俩一个是总经理 一个是副总经理 等于说他们一手 把这个从无到有的部门 一手壮大起来 但是我就是认为说 为什么他是总经理 你是副的呢 你要起码要和小谢一样好 甚至比他还要好 你得更会钻影 我经常的喋喋不休的 会跟老公灌输这些内容 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出去出差 然后跟上市公司广泛的接触 去多拉项目 多跟别人应酬 哪怕为此去喝酒啊 去陪着上市公司的人 去出入一些所谓的歌舞厅场所 我觉得都应该没关系 那是做事业的一部分 男人怎么能每天都回家呢 我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恋家的人 那但凡不出差 他都会回家里面 倒一杯茶 自己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 那我是觉得做男人 尤其你现在是忙事业的 你必须得出去不断的去应酬 你得你得去找项目 你为什么不能像小谢那样子 特别会经营啊 那为什么他那个公司上上下下 尤其是跟领导 关系就走得非常近啊 我觉得我先生 我就很为他苦恼 我觉得你怎么老是 不会跟领导套近乎呀 然后那个不会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呀 或者是说在领导来的时候 表现得更敬业更好啊 我觉得我是七十年代的人 我自己过去没有接触传统文化 我是很会投机取巧的 比如说怎么样迅速 最短的时间之内 讨领导的欢心啊 让下属也觉得自己很不错啊 让人人都说自己的好话呀 事实上你自己心里面 是不是真的想为大家好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的 这个不知道了 可能还没这么想 但是表面一定要做的很好 让领导觉得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让大家觉得 什么样的机会都应该跟着他一起干 团队的人也都为你马首是瞻 反正就是说你必须得做到 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我就总会在这方面喋喋不休 而我先生我觉得 他是一个本分的厚道的读书人 他恰恰很欠缺这方面 所以他就说 他说我为人坦坦荡荡 老老实实 认认真真 本本分分的做好我 应该做的每一件事 他说老天爷会知道我付出的努力的 我说 我就不相信 我说你必须得表现给领导看啊 等等 我认为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我知道这句话 我经常朗朗上口的把它挂在嘴边 但我从来不知道 那个取之有道的道 是道德的道 我以为是取之有招 就是有招数 我一直以为是说要有世间的那些招数 大量的阅读西方的那些成功学啊 然后心理学的书 怎么样迅速的看透别人的心理啊 然后投其所好啊 然后抓住别人的心理 然后为自己所用啊等等 我认为这个是道 小谢是一个非常聪明 他自己本科国际关系学院学英文的 后来又读北大读中欧管理学院 他很聪明 为人也很热情 我觉得很多方面和我很像 我们这一类人最像的一点是什么 非常的渴望成功 非常的渴望成功 而这个成功的标准 是世人所认识的 世间大家所觉得就是标准 社会地位 有财富 然后 自己欣赏事成 只要我设定的目标 我就一定要经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 我一定要把它搞到 一定要拿到 我先生03年就离开了 小谢他后来在我先生离开之后 越来越春风得意 而且职位越做越高 项目也越做越多 钱也越挣越多 而且在业内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直到后来中国证监会开始实行保健人制度的时候 他自己是第一批 因为他学习真的不错 很聪明 第一批保健人 那个考试很难通过的 有考会计 法律 大量的财务知识等等 还有法律制度 那个通过率是很低的 我觉得不光是小谢 我觉得身边的很多很多的 我采访接受到的金融界的行业的人士 那些所谓的精英 我都觉得他们进步的速度 要比老公快 这个我觉得都会成为 我回来给他开会的上课的内容 我真的会很着急 我真的 我会觉得说 如此不可教掩 那么多年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行业里面你够努力 你也不笨 为什么你总是上升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那直到到了2011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我先生回来跟我说 他说小谢出事了 你赶紧看看 啊 我说出什么事啊 我说他那么聪明 那么能干 我说能出什么事啊 我就是我就当天晚上我就上网一看 哎呦 触目惊心 他从2010年的三月份 就人间蒸发 在国内就失踪了 逃亡国外 为什么 我就开始看那上面的案例 原来一个资产重组的案例上面有涉嫌内幕交易的嫌疑 2011年的大概是5月20号左右的时候 上海公安局就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 对谢风华发出全球的红色通缉令 这个是最高级别的通缉令 我还专门上网看了一下 也就是说所有在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 一旦发现谢风华 不用问任何理由 马上可以逮捕 是这样的一个级别 就是这个小谢 哎呦 我就当时网上关于这个消息非常的多 然后包括回数 还要回顾他这些年的发展 我才一看 2000年 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历程 是跟我们家 我先生是并行的 你知道吗 就是在并行的一起在走 所以看到那些消息 包括他曾经做过的那些项目 那些名词 我们太耳熟能详了 那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件人 一个人和每一件的事 包括他们在上海做路演 我都是作为记者去 去给他们歌功颂德 去拍摄他们采访他 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太近了这个距离 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红色通缉令的时候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觉得 风险 灾难 牢狱之灾 可以离这个行业 离我身边的朋友 甚至说离我老公 能有这么近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我真的看的时候 我是身上热一阵冷一阵 我真的是 真的我就 我就看了那些那些 那些案例看下来 看他2000年开始 他的发展历程 一步一步的从这个部门总经理 做到了那个整个投行部的副总 然后09年的时候离开 又跳槽 跳到他后来出事的这个地方 然后企业重组等等 然后看到他这些年 犯错误 尤其是后期 10年以后做的这些事情 我猜 我的冷汗就开始下来了 那些事情 说实话 如果在当年 我先生 要是碰到这样的机会 回来跟我商量 能不能做 我一定会说 能 做的巧妙一些 我真的我觉得我会 说实话 我在央视 做这么多年财经记者 我们看到过很多这种事情 包括很多庄家的操盘的行为 等等 我觉得 我作为财经记者 我都觉得说 这个道德底线 我们是没有的 甚至是说是 可以说是模糊的吧 一直都会觉得说 就像很多后来被抓起来的人 他也觉得说自己倒霉 外面的人也会觉得 你说他怎么 怎么那么笨呢 说这个你但凡在做的巧妙一点 有可能就不被别人发现了 或者说这个事情 行业里面可能潜规则 有很多人不同时期都在做 怎么人家都没被抓到啊 怎么你就被抓到了 那肯定是你没有做好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 这有可能会触犯到法律的 小谢的这个 是第一次这么大 这么高级别的发出红色通缉令 没有过 所以我相信这个案例出来了以后 不仅是对我 对整个行业 从业人员 认识他的 不认识他的 知道他的 不知道他的 甚至对于很多 有志于将来从事这个行业的很多 现在在大学 正学金融 学经济的孩子们 我觉得都是 一个萌醒 原来 一个青年才俊 取之有道 能够有可能 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的边缘在哪里 有可能把自己被红色通缉 我真的 我看到这个红色通缉令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很恐怖 我觉得 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我先生为人厚道 他自己觉得有很多的分歧 他03年主动的离开 哎呦 他因为 因为他离开这个证券公司 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原谅他 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把你运作到 你自己努力运作到这样一个精灵的行业里面来 你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轻言放弃呢 我很不理解 而且很生气 我觉得 你葬送了我们全家的发展机会 你就是很不负责任的 对我也不负责任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 而我看到了这个以后 我就会觉得说 幸亏 幸亏他离开了 我觉得要不然 在这个行业里面走 随着你的级别 越做越高 你可能受到的诱惑 你可能能够接触到的 内幕的消息 不管是股票的投资 还是资产重组的 会越来越多 因为你是那个金字塔最顶端 也就代表说 你是核心层的那几个人而已 那么 你有可能 触到那条底线的机会和风险 就越大 那个诱惑太大了 那个诱惑太大 而且大家都不认为 那是怎么回事 因为觉得 我自己拿一点钱 跟一下嘛 这个内幕交易 这个盘子那么大 我自己拿一点小钱 拿亲属一点小钱 我去买一点 这个无可厚非 这行业里面 大家都觉得 这太司空见惯了 都不认为说 他是犯罪 所谓的 我希望他能 像这个业界的很多的经营人士 那样去钻营啊 去运作很多的项目啊 那钻营什么呢 运作什么呢 就是不外乎这些事情 就肯定是 你能够接触的项目越多 内幕的东西越多 你可以组织的资金越多 那么你就有可能 能够借机圣诞啊 能够让自己的资产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可能一两个项目 就会成几何结束的 那样往上翻 我觉得这个业内的 很多很多的人 大家都是 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的 去等待这样的机会 或者说 没有这样的机会 也要想创造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挺可怕的 真的 我觉得 不敢想 我觉得真的不敢想 人生有的时候 哎呦 在最关键处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那么几点 如果要是真的 失足走错了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敢想 如果他要变成 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觉得 真的有机会的话 可能真的会 我会鼓励他去试一试 这样子 或者劝他小心 那真的天往灰灰 疏而不漏 你只要做过一次成功 哪怕这一次小幸 你就会想去做第二次 想去做第三次 做第四次 第五次 一定会有一次出问题 一定会有一次出问题 我觉得真的不敢想 所以我 我真的 后来我就有一天 跟我先生开玩笑 我说我真的太感谢你 所谓的这个 事业没有 那么成功了 没有生的够快 没有干的更 那个干的更高 然后那个赚钱赚的更强 我说亏的你没有 我说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我说我们这个家 我就算是学了传统文化 我都后悔末期 人生真的没有后悔 可以吃 我接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觉得 每一个女人 希望自己的婚姻 都是幸福的 幸福的婚姻是什么样 首先来自于 这个家庭的和美 这个家庭的安全 这个家庭成员的完整 我觉得这是最起码具备的 不能说幸福的 守了一堆钱 这个人给抓紧去了 是吧 也不能说这个人 三天两头的又失踪了 或者说每天 惶惶恐恐 不可终日的 生怕哪天 这个事情会东窗事发 小谢他就是 他后来国际 国际这个红色通知的一发 他在六月份的时候 自己从新西兰回国 投案自首了 国内在那个之前 就已经冻结了 他在国内的两千万的存款 为什么我会 看到小谢回国自首 那一段的时候 我会那么样的情绪 激动 我就是设身处地的 把自己当成了他的妻子 我就在想 冻结了他在国内的 两千万的存款 如果这是我的先生 我就自己在想 小谢 他结过两次婚 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 跟他一样 第一任 也是第一届保健人 比他还先被抓 两个人犯的是一样的问题 都是涉嫌内幕交易 他们都是利用自己 做投行的职务职变 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双双的被抓 而小谢 去网上看 我觉得他的藏匿地点 可能是新西兰 那是他第一任妻子 和孩子移民过去的地方 我就在想 我也想对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渴望 嫁给这样的成功人士的 这个 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说 你们想想 如果你能一心的 把自己的老公塑造成这样 或者说一心的 希望自己的老公 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你把时光 往这个2000 2011年的6月份推 当谢风华 他在新西兰逃逆的时候 当他看到网上 红色通缉令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自己第一任妻子 和他的孩子 是什么样的心情 当他下定决心 想要回国 投案自首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自己的 第一任妻子 说些什么 因为他总要告诉他 我要回哪里去 我要做些什么事 你要把我们的孩子 抚养好 我不知道他会 跟自己的妻子 说什么 而且我也不知道 他的妻子 那会儿会怎么想 我们要那么多钱 干什么 我现在肯定希望 不管离不离婚 我都会希望 你能够平安吧 因为我们孩子 不能没有爸爸 他怎么跟自己的孩子 说 那他是一个女儿 他怎么跟自己的孩子 说孩子 爸爸明天就回去了 去哪里 爸爸你什么时候再来 孩子一般都会这么问的 是不是 爸爸你去哪里 你什么时候还会回来 我真的 我在家里面上网 看这些东西 我真的很替小谢难过 我觉得他曾经 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觉得这么一路走过来 也曾经是我们 很欣赏的人 他不是从小 就是这样子的 他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一个家里面 生活也挺贫困的 也是一个非常努力上进的好孩子 好青年 进到这样一个行业 我觉得他已经开始 也是希望说 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没有一个人说 自己做职业规划的时候 说我有一天 希望我最后被红色通缉令通缉 然后不知道面对自己的 妻儿老小说什么 怎么跟他们告别呢 我觉得只有在传统文化的这种基础之上 你去谈你的人生规划 你的目标追求 这个才有可能 就像我们放风筝一样 这个风筝飞得再高 传统文化 我觉得就像是手里面的那根线 你是可以控制它的 如果没有传统文化这个根扎下去 没有这根线 这个风筝上去以后 我觉得那个 所谓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那些诱惑 那些所谓的陷阱太多了 太多了 那就像八面吹来的风一样 一阵风就可能让你吹到这儿 吹到这儿 吹到那儿 最后你自己 我觉得我们女孩子在择偶方面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首先是自己要打下这个根 你没有传统文化去做武装 你自己这个风筝首先就没有线 你没有主心股 那么你就一定会按照社会的普遍标准 哪个行业最好找工作 哪个行业就业最棒 然后哪个行业能够最短的时间赚来钱 然后受人尊敬 受人羡慕 你看同学一聚会 说你嫁了什么样的人 你老公年薪多少 你们家住哪个区 开什么车 换什么房子 你们放假到哪度假 大家比的都是这个 或者你背的什么包 比的都是这些 你首先得扎下这个根 你就会不会陷于这样的一个 很表面化的比较过程 你不会去轻易的去羡慕 哎呦这朵花多美 你就会明白沉下心来 你却可以看 你却可以看这个男人 他孝顺自己的父母吗 他是一个守得好五轮关系的吗 是好儿子吗 是好兄弟吗 是好下属吗 是好朋友吗 你得把前面这四轮的关系 都确定 他用传统文化对照 认为他是一个好男人 把这四好归好了以后 最后你们夫妻在一起 这个才有可能是个好丈夫 前面那四个没有 你光看他职业好 我们老祖宗一直都说五轮关系 没有说这个职业好 这就是一个好丈夫 然后你就嫁进去了 然后每天穿金带银 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 如果有多好 而且甚至像我过去一样 他们都在后面煽风点火 所有的是自己的老公 也是更快更高更强 赶紧的 什么事赶紧的都多去尝试尝试 没关系 做错了回头再说 有些事不能做错 做错了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这是我跟我先生 我们最近经常聊的一点 我们现在尤其是我自己 接触了一点传统文化以后 我就现在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我太感激 你在大学的那么多年了 他十五岁上大学 三十岁成为副教授以后 离开学历史 那么多年 中国我们祖宗圣贤的经典 我觉得滋润了他 掌养了他的这个好的品性 才没有被我扇风点火 扇得头脑发热 去铤而走险 去做很多的事情 我自己真是这么觉得 我说我彻底理解了 我就说 我说成功不用那么快 我说慢一点没关系 不成功也没关系 最关键是心安理得 挨着枕头就能睡着 然后身心愉快 然后夫妇的感情和美 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好 把我们的父母孝顺好 我们的钱够花 我觉得就挺好的 我真是这么觉得 所以说我觉得 我非常的感谢小谢 我真的很感谢谢芬花 虽然说 他自己以身试法 获得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局 肯定我觉得 他的父母兄弟姐妹 亲属啊等等 都是很难过 包括他自己 我想他现在 关在看守所里面 我想他也非常非常的难过 我也我也 我也特别希望 他能够借这样的一个教训 能够反思 因为他以后未来的人生的路 还很长 虽然说这个教训可能有点大 付出的代价有点大 但是要意识到自己缺了传统文化的这个根 把这一条补上 我觉得不管是小谢也好 我也好 我先生也好 还是身边所有有缘将来能看到 这个光盘的人也好 我觉得我们生活中 我们自己 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出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事了 我们中国老祖宗有一句话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真的非常的想奉劝 各大证券公司也好 基金公司也好 还是所有有志于要做这个行业的人也好 我而且我甚至呼吁证监会 我觉得给各大证券公司 所有新上班的这些所有的人 除了做职业培训 现在都是做职业培训 迅速的怎么样迅速上岗 能够迅速做项目 迅速就挣钱了 我觉得要加道德风险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教育的时间 应该长此以往的下去 作为一个长行的课程 不断的拿这些所谓的小谢的这种案例 来给大家讲 敲警钟 因为你不能说等出了事你去抓 第一你抓不过来 第二 其实你对很多很多其他的人 没有起到一个警醒敲警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就觉得所有的年轻人 希望都能看到这个光盘 那还有一些人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过分的辛劳 年纪轻轻的一年早逝 像杨俊 这个大家耳熟能详 他是属于这个行业里面的教父级的人物 走的时候 44岁 肝癌 然后还有孙岩群 这个我都过去都采访过 上头摩根的投资总监 功能性的大初学 就是肥胃 本来说是跟公司请假 公司对外也是什么宣称 就是休息个三个月到半年 本来就是休息一下 结果这一休息从医院里就没出来 走的时候才41岁 失眠的 抑郁的 压力大的 狂躁的 这个太多了 当他们在人前 出入那些高级的场合 酒店出差啊 坐儿论道 很多的时候 不是他自己 不是他身边的人 不知道这些 我们都很羡慕 就像我当年一样 当我们一旦走近的时候 对 穿着华丽的外衣 最年轻的基因经理 我觉得可能才有267岁 就开始管 一个这么样年轻的孩子 没有传统文化的德行做基础 一下给他交几十个亿 每天管这么多的钱 然后他的年薪出来拿这么多 出入全部都是要到酒店里面去 德不配位啊 必有灾秧啊 对 前两天我正好去一个朋友 去一个去去外面跟跟些朋友聚会 然后刚好呢 就手里面正好拿着这个光盘 跟朋友在介绍 哎 旁边就上来几个 哎 说哟 那个 这光盘我们原来看过 哎 后来我也就 就送他们一套 他们还看了 不是我们的精装版的了 还是原来的 他们自己就说 说我们家现在 每天全家 我爸爸妈妈 我们夫妻俩 还有我们孩子 老中心三代 一起坐在这 吃完饭 法定的 雷打不动的 收看光盘 从第一个开始看 一股气的看下去 没有一天落下 反复看 对 反复看 每次看 都有不同的体会 然后哭得累了一年 孩子 然后后来他说 我们大家形成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的氛围 就开始家庭开始开始忏悔会 家里面 做父母的 我们夫妻俩带着孩子 挨个自己谈 自我批评 开始谈 我自己过去 对爸爸妈妈 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然后给爸爸妈妈 磕头 洗脚 他说爸爸妈妈 也开始谈 因为过去我们 可能对你们孩子 有些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然后我们做老年人的 在隔代教育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说过去我们 我们其实 全家人也都 也都接触了一点点 传统文化的皮毛 但是呢 不得要领 总是拿着传统文化的经典 去攻击别人 去批评别人 拿这个丈量别人的尺子了 他说你这儿不不对 你那儿不对 结果搞在家里面 气氛很紧张 气氛很紧张 他说自从 看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 知道了 别人没有错 都是自己的错 你的幸福 是从你自己开始 说我错了那天真正开始 向别人认错开始 他说这个真是一个法宝 谁用谁灵 谁用谁收益 他说我们家人就是开始 都争贤口厚的说我错了 我错在哪 开始 先这样 从态度上说我错了 完了以后具体的来分析 我错在哪里 别人还可以帮着补充 然后在共同的改过 旁边的人还可以监督 他说这样一个系列下来 他说短短的时间 家里面真的 那个变化 真的老中青三代 大家真的抱头痛哭 那是幸福的眼泪 欣慰的眼泪 真是觉得太好了 所以他就特别的感激 他就说 他说阳光老师 我一定请你转告 陈老师和其他所有团队的老师 他说我们 我们所有所有 我身边的朋友 我自己的家人 我们能够有幸 看到这套光盘的所有的人 我们无限的感恩老祖宗 无限的感恩所有团队的 每一个老师 然后他们也觉得 如果自己有机会 他们也愿意站出来 也站出来上台去忏悔 因为他觉得 可以拿自己一个人的案例 去救那么多的人 过去大家没想到 总觉得 哎呦 真能有那么大 这也是我自己过去的怀疑 上台忏悔忏悔 真能帮别人吗 我自己一直都打鼓 我之后碰到了这些观众 我就更坚定了 这个 真的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道路 他就说 他说你不知道 我们那么多身边的 我们的女性朋友 在一块看你那个母鸡打名 哎呦 他说我们每个人对照 就在那哭啊 有的人在那无地自容啊 就在那说 哎呀 自己过去那么多年 母鸡打名了那么多年 还每天指着老公 说老公的不是 就太惭愧了 就从来都没觉得是自己的错 哎呀 我当时我自己回来 我就我就觉得 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真的油然而生 我觉得我参加那么多次论坛 没有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 慢慢的这样产生出来 我突然发现说 我原来你可以自己 帮到别人 原来真的有那么愉快 而且因为你 而让那么多的人 发现自己的问题 然后让其他的人能够改过 然后变得家庭都那么幸福 我觉得 这件事真的太好了 我绝对是要坚定的做下去 不断的 自己不断的在学 学了以后 再发现自己的问题 不断的利用有机会 然后再来谈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这样 我们小范围的也好 接受采访也好 大范围的上谈都好 我觉得我觉得什么场合 我觉得不重要 听众有多少也不重要 最关键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发起这样一份心愿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就是回去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问我错了 我错在哪 把它写下来 然后像那些自己伤害过的人 认错 然后自己下大决心改 让别人监督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路子绝对没有错 一定会获得幸福人生的 身有伤 于心忧 得有伤 于心胸 落实弟子归 做好中国人 没什么事 这么苦 我不认真 太好了 不得 是 rolls 从是 不知 听众 不知 不知 不觉 不知 不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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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